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还是这只竹钗牙齿啊 显得你素雅端方 出家时啊 就带这只 不可不可不可 大喜的日子 带着白珠子多晦气啊 那不如带着艳艳的贵贵的金鸡 鸟鸟此次成亲 都成多让人扒着眼睛看着呢 万不可视了咱们家的颜面 金鸡要足够粗 足够沉 方才富贵吉祥 金鸡 我倒是觉得洛洛大方才对 要不 这个檀木簪子也挺好 她是成家 不是去仙馆出家 这有一个宝石头冠 上边还有玛瑙 多值钱 这头饰和她的服饰根本就不衬 心腹倒是觉得未必要珠光宝气 关键是要雅致 这个扇形的簪子多好啊 都城少有女娘带这个人 你们这些后生女娘 就一点规矩都不动 帅就是散 讲起来太不吉利了 我这儿有套笼奉承详 来 戴上 好 停 不要 阿摩 大摩 你们不必如此担心 皇后早已为我准备好了嘉宜首饰 都是宫里的绣娘匠人所致 极好极好的 真的 那太好了 那可省钱了 来吧 不但省钱 还真有面子 妙妙 皇后当真早就给你备下了 没想到她比我这个阿母 想得还要周到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皇后和身上 早就盼着自身成精 每年都会囤上这么多东西 这如今东西越囤越多 今年倒是用上了 好 如无意外的话 我应该会在宫中出嫁的 因为皇后跟我说 已经把我出嫁的闺房给准备好了 不好 也好 此奈圣上和皇后赏赐成家的恩典 咱们也算是荣耀门楣了 那就依贵人的意思 你就在宫中出嫁吧 好 葱 不是 也不闹 帅 老子 颜子 葱 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K 这女娘怎么一定亲 便成了忘夫时了 这人走路怎么一点事也没有 真烦 分明是你想某人想得太入神 没察觉到我而已 你可知我这些日子 过得有多累 是穿嫁衣 是戴首饰 几十斤中的金银珠宝 全都堆砌在我头上 刮搭在我脖上 若换作是你 也会觉得腰酸背腾 哦 换不作是你 你又不用成亲 体会不到我这般滋味的 何为我又不用成亲 成亲有何了不得 你不会觉得 这世上就你一人能成亲吗 再说了 成亲有何益处 此等费力无功之使 也只有你这种头脑昏溃之人 才会稀罕 你瞧瞧你现在 患得患世无精打采 还不如从前瞧着顺眼呢 你分明就是不知道 何为两情相悦的滋味 也不知一日不见 如隔三丘的心境 不过成亲之后就好了 成亲之后 日日相对 再也不用瞧受一判了 你放心 我定比你先成亲 我就要先尝尝 这日日相对的滋味 袁神剑 不想成亲就别成亲 又没人逼你 听到没 这便是你所说的 才貌无双的世家女子 蔡大人也出身白露山 为何养出女儿 这位蔡娘子 听闻三岁能迷失 七岁能做父 而且还是都城文明的 聪慧才女 官媒说她与公子你 是最匹配的 这官媒是何时下的 蔡家娘子 何处与我匹配了 我本对袁氏宗府要求就不高 头脑 不能比成娘子迟钝 性子不能比成娘子乖张 明白 样貌也不能比成娘子丑陋 公子你的要求 其实还是有些高的 我 你家公子 好歹是都城中少有的 容貌学识俱佳的儿郎 我元氏更是百年氏族 娶妻 就不配要求高些吗 我也不是 不过公子你择父 为何每次都要跟成娘子相比 我只是不想被她小去了去 此时务必要上心 最好不纳争 直接亲影 就定在她与灵不宜成亲那天 届时满朝宾客 都来我元家道合 我看她成少商怎么办 疯了吧 公子真是疯了 是 你有病啊 你就没发现我今日有何不同 倒是比婉日更疯了些 我今日定亲了 哪家女娘这般想不开 你那是羡慕别人眼光好吧 那可是河南菜市之女 门当户对 对方三岁能吟湿 七岁能做父 远近闻命 你笑什么 编衣服甩脱了什么 累赘式的表情 我以往也不曾如何纠缠过你 我笑你莫要在什么中心做事 你又不是激愤行事之人 做什么事情都三思而后寻 你会定亲 定是仔仔细细 比对过菜家的长短 笃定这门亲事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所以你才会点头同意 这跟会不会写字作父 有何感谢 别将我说了这般事快 我结这门亲事 也是诚心诚意的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蔡家要的餐理太多 你不够给 那不如让我家子慎 见你先好了 一张嘴尽美好话 我是替你可惜 这世上即将少了一位 玉树临风 风姿竹岳的单身公子 不过只要是两相情乐 定亲又不是做买卖 这样便就不可行 两情相悦有什么好的 家母起初嫁得也不是家父 你我都是有双亲 却如同没有 我本以为你会和我一样 细细琢磨 最后找一个 于自己最有益处的郎序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我运气既然这般好 遇到了子慎 那我也祝你 能遇到一个这般好的人 不对 忘记了 你定亲了 好可惜 遇不到了 不过这样也好 闻刀户对的亲事 知足吧你 陈四娘子婚里那多宾客 你竟能将每家的官职皆生 记得清清楚楚 不出丝毫差错 不知他日 谁能娶到 像你这么能干的女娘 半小红又笑话我 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终生补嫁 好好照顾大伯母 你是我见过最聪慧的女娘 你若是补嫁 怕有些儿郎是要难过了 是哪家儿郎 要难过我家洋洋堂子不嫁人哪 是你吗 对呀 小白红 你整日往我们家跑 还打扰泱泱 替娘娘准备婚事 该不是对泱泱 有所图谋吧 老班侯领着家中盛能动的伏兵 一起出征寿春了 实在放心不下半小红 所以才让他来我们家多走动 是的 是的 我大佛说了 让我时常来你们家一起用膳 我原来只是为了吃饭 陈家的饭香 人 更香 不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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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此的礼 朕对他寄予厚恶 他却卖国通敌 毁国根基 险同有百姓于为难啊 天心个老家伙 也一个个都是废物 除了上书让朕 诸取联合酒族 其他有农之策 屁都变不住一举来 朕要他帮可用 朕 皇后勿押 曹常事 劳烦通报余生 余要见肾上 皇后 今日童牛县失守的消息传来 几位大臣联手 请奏要求从严处置 取灵侯一驾 以警效尤 皇上为此啊 发了半个时辰的火了 如今谁都不想见了 那 那于便在殿外等候 皇后含义料翘 要不您先回长丘宫 一有消息 老奴就命人告知皇后 无妨 于在殿外等候便是 这 皇后为何不进去 岳飞 妹妹来了正好 赶紧劝劝圣上吧 让你走了 岳飞 岳飞 澳飞 岳飞 皇上说了谁也不见哪儿 这这这 我这时候不要进来了 都挂出去 皇上怎么生气 可伤着 快 穿衣过来 用不着 陛下还是继续吧 继续什么 继续咋呀 方才陛下不是挺威风的吗 穿衣馆过来看一看 伤到没有 万一破了像可不好了 砸东西确实挺痛快的 陛下 若是觉得砸这些奏章 不够解气的话 那我命人端几个探盘过来 咱们把这些奏章烧着玩 不是更解气吗 真错了 错了 真不该拿这些做成撒气 还是给朕看看 小展伟 你看 这这看 看看 妾才没那般蠢笨 傻傻地站着不动等陛下砸呀 只是陛下一准日不吃不喝 让妾好生担心了一回 为了投桃报礼 妾也得让陛下好好担心一回 这才公平 没事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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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老样子 一直都是这一副啊 不肯吃亏的性子 是这甜糕不够甜 还是这酥饼不够脆 有点性不吃 为什么要吃亏 对对 对不住啊 好 童牛县县令和曲灵侯双双投敌 陛下失望也正常 但妾知道 陛下发火 不仅仅是因为成之得失而生气 更是为了天下寒门而惋惜 你 知我者 罢恨你 原本呢 朕急于提拔韩文学子 可是总是牵制于原来那些世家贵族 他们宁愿举荐此职 也不愿从韩文拔捉 城市严重 都是当年朕哪 力排众议选自韩文 可现如今呢 他们两人双生投敌啊 恐怕日后 仍再要想从韩文拔捉世子 就更难了 这岂不是断了韩文之路吗 可就算这样 陛下也远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 其中 是不是另有隐秘 陛下不便当众宣旨 不如说来语气听听 城市严重 为两位县城亲眼所见 写两千精通 出门投敌 证据确凿 如今连人也找不到啊 即便朕说他们两个是内有缘情 但也难洗清白呀 如果朕要出发他们俩 程娘子怎么办 自身怎么办 他们俩的亲事怎么办 又要黄了 陛下 为君者 切不可优柔寡断 唯有暗律处置 才可令天下人服气 切相信陛下的眼光 更相信阎县令 和曲灵侯的为人 此案一定另有内情 但陛下无需为难 只需秉公办理 内情咱们可以慢慢查清楚 定不会冤枉 任何一人 圣上 圣上既然肯用膳 定是消气了 皇后若是不放心 不如也跟进去 岳飞既劝逐圣上 于旧不进去添乱了 赵叔也该快出来了 来 早上是 圣上打算如何处置曲灵侯 圣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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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灵侯家眷 全部下于后审 成家两兄弟 成城城旨就地免持关押 成家长子 陈勇夫妇二人 在边关军营 积押看守 曲灵侯中军爱国 万没有此之谋反的道理 况且 即便曲灵侯投敌 家眷亦是无罪啊 少商一直在宫中备婚 童牛县世 他一概不知 为何要一并下狱 曲灵侯投敌之事 圣上定会查清楚 但国有国法 圣上也无从许私 至于臣娘子 皇后大可放心 圣上已说了 臣娘子和十一郎已定清 便可算作是灵家之人 圣上应语可网开一面 皇后可以放心了 圣上放过了臣娘子 皇后 不好了 臣娘子得知曲灵侯之事 执意离宫 说要死 全家也要死在一块 什么 玉田 玉田 少商 上我马车 谁都知晓了 左大人已经在玉田闹过了 现在朝中无人不知 程将军通敌 你先回家 我去玉田为你城市申辩 今日便是得罪圣上 我一定要与他不死不休 你信我阿父 我认程家教习时 曾与程将军打过交道 便是认谁信他投敌 我亦不信 更何况 他是你阿父 我更不会袖手抛官 上车 多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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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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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氏是否谋反 圣上自有定谱 但你趁机公报私承 是心病活得太长了吗 胡说什么 我被圣上伴差 何时公报私承 你执女推我下水 我爽让她一头哨水 你那在御史台当差的兄长 被我为了狼虚打断一条腿 怎么 你觉得我们后此薄比了 今日也来逃大凑数了 你 你莫要得意 如今你们成家失势 你那未来的郎婿 不会再为你撑腰了 你们傻了不成 还不将她给我一并拿下 住手 圣上诏书名言 此案不牵连成娘子 左将军 是想公然抗诏不成 原是了 你身为廷尉府侍郎 是想阻碍公务吗 圣上又追赵一封 此案转交廷尉府查办 特命下官将嫌犯亲眷 护送回廷尉府审问 护送而非压界 左将军可能听懂圣上用意 走 圣上命善见在廷尉府 审问城市家眷 一切职责所在 还望夫人见谅 多谢袁侍郎 方才我也是太过于急切 与二次抗命 但此事必有冤情 为了自证清白 我们全家愿去廷尉府 接受询问 凭为什么咱们全家去啊 凭我与将军乃圣上臣子 是国之护卫 既使得国家俸禄 就得遵守国家律法 必须去 请问 军姑 杨阳 带你大幕去 道彦 王 请bol 你刚来做什么 圣上念及你 即将嫁给林不宜 是做林家父 城市一案与你无关 赶紧回长秋光 我一日未出嫁 一日便是陈家女娘 家中亲人若货罪 我也不毒货 今日多谢袁公子 大伯母息怒 娘娘也是为了陈家安慰 我大大是怒气不争 你阿父生死未卜 若我们陈家 不能就此喜庆冤屈 你将是我们陈家 流逝的最后血脉 程少少 你给我听着 无论陈家如何 你都要活下去 我好好地活下去 否则我们成家的列祖列宗 都不会原谅你 我与你阿父 可不会 懂了 我好 我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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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袁神郎 套地叛国 敢当何罪 按律 株连三组 男子车列斩首 女子发陪流放 一天 不会有这么一点的 哎呀 程娘子啊 你快回去吧 你你你在这跪着 这不是难为皇上吗 女皇上不会见你的 身上 我家阿父 不可能通敌道 我知自己人为言轻 但此时我能做的 只有这些 还请身上见我一面 可你娘子啊 这雨下得太大了 要是淋坏了身子 这可如何是好啊 淋死了才好 我阿父为国为民 这 如今受了此半冤屈 这事老天爷也看不下去 我们陈家受委屈 在为我们陈家哭呢 人家受了冤屈 下日飞霜 现在冬日滚雷 说来也差不多 你听听 你听听 这说得是深 夏日飞霜 冬日滚雷 什么意思 这不是分明说真 是昏君吗 陛下若是担心成娘子 便将她换进来 你这般伸着脖子偷听 切绝的脖子凉得慌 你谁担心了 可要淋雨 便淋雨去 朕绝对不回半点心软的 这个小女儿呀 沉得披心 怎么那么绝呢 要是沉得灵快了 此人回来 又要伤心了我 我不是青山堂 我是青山子僧 山上天人落不 给我一个公道 我便去找泰山神 给个公道 这日山上 若是不见我 我便能一直跪着 太子殿下 您来得正好 您快帮着一块 劝劝成娘子吧 你怎么也跪着了 您没带水灯呢 太子殿下 吴也不兴趣了 回头你 既要请愿 吴统你一道吧 殿下又是灵病了 皇后得多担心 再说 太子殿下好不容易 才解除了禁足 若此时再掺货进来 身上若再跪跪下来 该怎么办 这娘子曾为吴涉检查案 吴怎会负你 就让吴陪你一起 去见泰山神吧 你说你们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太子殿下打过于害怕 与培如不其等 善长这般冷静 丽时不会见我 我会赶紧回去 我要临命了 怎么皇后也来了 她这个身子怎么受得住啊 万一病了 又要还许久才能好啊 还有这个太子添什么乱 连镜头都不怕了 皇后身子撑不住 快出去瞧瞧吧 真可不去 去吧 我去 去吧 去吧 你 行了 都不要行礼了 各回各宫 喝点姜汤 暖暖身子吧 臣少尚 你不要以为 用这种蠢笨的行为 就可以威胁朕 还有你们俩 宋日令 你们母子二人 是这宫中最守规矩的人 怎么 自从臣少尚来到宫中之后 您妹跟着她一起 猛撞起来了 陛下 今日之事不怪少尚 便是少尚不来子求情 妾亦想为丞家讨个公道 求陛下 成全少尚的一片孝心吧 许灵侯通敌 此事待审 朕已经下狱址了 此事不能更改 你呀 就不要在这儿求情了 对陈少尚已经是网开一面 免其牵连其中 已是朕的宽容了 陛下 可是皇后身子弱 不如敬我永乐宫 喝点姜汤暖暖身子 陛下 臣娘子 不是不等市里的女娘 她不会做出 立并下为难之事 想必是担忧父亲 想知晓更多同流线的事罢了 陛下 就隐了她面胜的机会吧 陛下 隐了吧 陛下 陛下 好了 操场 去弄些家汤来 你进来吧 谢陛下 那边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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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 你来看我们了 可有娘娘的消息 袁夫子 可有我阿父的消息啊 袁夫子 娘娘可还好啊 我见她今日身世伤心 你可多劝美些啊 袁侍郎 圣上可曾说 如何触罚三叔和二叔 杨阳是被我们牵连的 圣上既然可以放过少商 能否 放过羊羊一命 大伯母 我不走 我最庆幸的 便是可以和大家在一起 我虽不似娘娘那般 头脑机灵 想不出法子救大家 可至少 我能在这儿照顾你和大母 再苦再难 也绝无怨言 大伯母 求你让我留在这儿吧 别担心 川儿老爷 已经被白鹿山书院 看管了起来 成县领夫妻 也被圣上旧地关押在华县 成大公子夫妇 被军营羁押 但军中同袍 不曾为难他们 你们放心 廷尉府 快尽快查清此案 只要真相大白 大家很快就能处于 大人 大人 我家三郎 也被抓了吗 大人 老天爷 老天爷 睁睁眼 老天爷 大人 不就两千金铜吗 多少钱我赔 我赔上还不行吗 大老拿了多少我全赔 我全赔给你们 军姑 你可知这两千金铜是多少 你赔得起吗 再说 此案尚未定论 你怎么替夫君定下罪了呢 罪 你可扫把刑 当初就不该拉着我上战场啊 非要当什么大将军 还不如早些回家 当个天舍梦的好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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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需要多少钱 你跟我说 老夫人 你很幸福不救她的夫君 老神你救我的儿人 大人多少钱 我有啊 我救我 老夫人 这案子 是圣上亲自过问的 我等不敢徇私枉法 今日 我是来给大家送吃食的 不如先用过晚膳 再说其他事 不吃 一切被人砍头伸手一处 不如饿死 好歹 留掉全世 君姑不吃 我们吃 查清此案 尚需时日 别冤屈洗净了 性命恶美了 是 阿母 我也吃 对 我也吃 多留一些 我也吃 打开时刻 我 得 得 请 朕为了去灵侯医院 插不撕饭不响 你倒是喝得下去啊 家门不幸啊 是要保重自己 才有力气做事 自是要喝的 此生离开独城才几日啊 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模样 对得起此事吧 我说对得起此事 便就对不起我阿富阿摩 朕也是按律法办事 你与其为你阿父鸣不平 倒不如问问他 为什么要通敌 臣女有一事不明 还请陛下为我解答 我与阿母 阿兄都在赌产 一事无忧 我也马上要驾于子圣 我阿父万事不缺 母辞子孝 为何要通敌叛国 是 朕也想知道 朕对你阿父不薄啊 他为何要通敌啊 我达不上来 陛下也达不上来 可见我阿父 根本毫无缘由与陛下为敌 事宜 我阿父定是被冤枉的 勇往澎坤 朕对他也不薄 他们不也反了吗 所以光被你说的这些 无法证明你阿父是被冤枉的 那些乱臣贼子 怎可与我阿父相比 我阿父可没他们这般蠢 瞧你这般模样 你阿父也聪明不当他局 陛下侮辱我可以 万不能侮辱我家阿父 我家阿父 是这世上 最疼爱子女的父亲 是我家阿父在此 定不会看着我临着罗难记的 那你告诉朕 城市前驱同牛县 辅助县令杜瓣军资 若非叛国 他为何要和这县令严重 拉着两千金筒跑了 至今不见踪迹啊 那又为何这县城 一口咬定 他们俩就是同意 这县城 这县城 既是朕 信你阿父的为人 但是也要让满朝闻武 他们姓才可以啊 现在 这两千金的金铜 如果找不回来 那恐怕朕 也保不住你全家呢 陛下 你让我去同牛县 我替陛下寻回那两千金铜 你瞎胡闹 一个小女阳 你去同牛县干什么 那里秉临收春 早已被鹏宫占据 多危险啊 我不怕 邓出怀县遇险之时 我也曾带家庭遇敌过 此生教过我防身之术 我会骑马 会执气血 陛下 我阿父拖一日不回 别扭多一日危险 我救陛下 你让我去寻我家阿父 我都说了 长安 自然交给丁为父 不用你插手 你呀 就快快留在宫中 带此生回来 赶紧完婚吧 陛下我求你 你让我去同龄县 找我阿父 陛下我求你 怎么说不定呢 朝长 老奴在 陛下 陛下 带陈娘子回长久宫 告诉皇后 她如今也是戴罪至身 今日起 不得擅自离开长久宫半步 是